可以啊 来 觉醒姐 哦 哈啰 风导 我口超过一百通了 赶快把握时间 快来三文姐 我要先说第一点 那个民进党 讨历人都一直说抗中保台 那我现在想 自己想一个口号 就是防腐保台 防止贪腐 然后保住台湾防腐保台 来跟他们抗中保台来对抗 为什么用防腐保台 你要抗中的话 一定要买武器 请问你一直腐败贪污 会有钱可以买武器吗 没有 所以我现在我自己会打 我自己都主导这个防腐保台 来取代这个抗中保台 OK 第二个的话呢 四大公投 我全部都要反着头 什么叫反着头 因为民进党 你看他们一直双标 蔡英文以前 他也是要互早交 结果没有 然后呢 他们反核的游行 我还参加过 他说台电 他长电 台电长电啊 长电为什么今年会跳电 为什么缺电 所以他什么 他都讲谎话 所以跟他反着头 他们四个都不同意 所以我四个都要投同意 我自己有做过功课 只是说你们如果说真的 你们没有 那么多时间做功课 你不要听他说了什么 你就看他做了什么 是超前部署 没有 假的 疫苗政策 没有 假的 所以我们就跟他反着头 就对了 第三个就是什么 我觉得蓝白真的一定要合作 不要让民进党捡到枪 我们就是选人 不选党 比如说 如果说民众党在这一区 他推出的候选人 营面比较大 那我就支持民众党 那如果说民众党在这一区 营面比较小 国民党的营面比较大 我就支持国民党 我们蓝白 我们自己党员 不要受这个党派的影响 我们自己要去配票 我们要去想说 就是说 以民进党下台最大为原则 这是我们的最大公愿书 我们的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要把民进党给拉下台 对不对 所以我们人民自己要配票 你自己想说 你自己去评估 所以我们回到什么 要回到理性 选人不选党 你就看说 这个两个人 两个这个 候选人 你去比较他的条件 哪一个的胜算大 我们就是往哪边投 我不会去 如果说民众党赢面太小 我不会投给民众党 因为这样就白白 让民进党捡到枪了 捡到便宜了 所以我们人民自己要配票 你自己要用理性的去观察 然后你去分析他的资料 不要像我以前都傻傻的 绿道没智商 只看绿色的 投 所以就投了一个 让自己后悔的垃圾出来 所以就说拜托大家 不要被民调给分化了 那个他今天说这个民众党赢了国民党 我不觉得高兴 我也不觉得难过 都没有 我没有任何的情绪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还在上面 我现在最大的目标 就是拉下民进党 拉下民进党 OK 所以说请大家理性一点 不要去被那一些分化的人 去那个破坏了我们的团结 我们在封岛这边 就是要凝聚力量的 不是来吵架的 吵架真的太浪费力气 而且什么 无畏啦 我觉得是那个 这边喷口水没有 又浪费眼睛 OK 真的电话真的很难当 我尽力了 谢谢大家 OK 拜拜 拜拜 三分钟 好 那今天我看call in的 还没